据说,湖广熟天下族,湖南本是中国古仓,我方深知日军未要以战养战,攻略长沙只是迟早的问题。 但长沙未处于平原丘陵地带,在地理上没有高山峻岭天然之屏障,因此自古便有四战之地的称谓。 所谓四战之地,也就是四面受敌的意思。 9月15日,蒋委员长正式下令九战区,其大业有三。 一,万一长沙不守,薛长官应退至平乡指挥。 二,在诸州、刘阳、李林部署兵力阻敌深入。 三,间接掩护衡阳,避开直接防御。 显然,最高统帅为整个战局着想,并不准备和敌军在长沙决战。 但这位广东籍的将领,咬住了万一长沙不守这几个字,坚信长沙一定守得住。 由是电城军委会表示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 这下子可把陈城和白重启吓了一跳。 他们两个人分别飞到了长沙面权薛岳,但薛将军仍坚持要打, 并请两位回报委员长说,战胜是国家级蒋委员长之福, 战败,则我必自杀,亦显天下苍生。 李东方叙述这段过程说, 当时的重庆参谋人员下命令给薛岳不许他在长沙打, 而且被重启陈城亲自到湖南来传达这个命令, 告诉薛岳,你假设在长沙打,就是抗令,我们要军阀从事。 薛岳说,我就是要抗这个令,你们等我打完以后,尽管杀我没有问题。 你们两位是亡国代步,我讲这话,希望陈吕永安先生不要生气, 不是我讲的,我认为陈城先生对国家贡献很大很大, 不过这件事情,薛岳在火车上主折彩战, 对他讲的话是真的,薛岳主要是马白崇西, 不过我也希望北先永兄啊,也不要生气,不是我敢骂你的老太爷, 那老太爷,我也很尽量,我们要来往。 总而言之,薛岳敢抗令了不起, 当天晚上薛岳要打长沙打电话到重庆, 向江委员长请示,江委员长已经睡觉了, 送美龄姐的电话,薛岳在电话里讲, 这个叫我不在昌沙打的命令,我已经决定抵抗, 现在我请夫人转告委员长, 我打圣了,我还是犯了抗令的罪, 我情愿被枪毙,如果我打败了,我自杀。 宋美龄讲,薛将军,你不要解冻,我给你转大好了。 第二天早上,那么一方面,宋美龄打电话给薛岳, 说薛伯岭啊,你放心好了, 委员长完全接受你的意见, 你不是抗令,你是接受了我们新的指示, 你打是有功劳的,你不必要解冻, 你好好的打就好。 当天,江委员长自己也下了命令, 正式的命令,不发一条命令给薛岳, 再唱沙打。 1939年5月20日, 隋藻会战结束后, 长江流域主战场的战事又沉寂了一段时间。 这年5月间,日军虽然拿下了南昌, 也守住了, 但武汉的压力并没有完全解除。 在武汉战区隋藻之役的对阵中, 岗村心头不仅涌上了一阵隐隐的忧虑。 他想,远的不说, 赵松沪、南京、徐州这几仗打下来, 到了武汉中国军队赵蒋早该土崩瓦解了台队, 为什么越打越难缠了呢? 岗村毕竟不只是一介武夫, 至少这个时候他发现, 自己所面对的敌人, 和初期作战时的对手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换句话说, 单凭飞机坦克等军事优势, 玩硬的不仅难以取胜, 甚至会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 于是便召集了一些自诩知纳通的高级参谋, 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策划, 完成了一套江南作战指导大纲。 这个大纲, 总的来说, 是要避开正面冲突, 而以特务策反的手段来达成取胜的目的。 大致说来, 刚从的计划要领有三。 一, 五战区方面, 重点为策反贵系部队和川军, 其次对象则为中央军的庞系部队。 二, 九战区方面, 用环柔政策瓦解川军和游击部队士气, 使之丧失斗志, 投降, 逃亡。 三, 进行前述谋略的责任区分, 第六师团专攻杨森部队, 三十三师团针对王灵机, 军特务部队则以九战区的川军为策反对象。 但刚从这一套策略显然失败了, 因为他不懂中国军队这两年来在战场上抛头油撒热血, 前扑后继的精神, 是儒家思想中成人取义的气节, 这里的义大到民族大义, 所以军事将领很不容易受外敌离间的影响, 事实证明, 当时并没有一个地方军将领吃他这一套, 离间不成, 钢村被迫又回到了力拼的原点, 而展开了中期抗战中的第一次大火拼, 长沙会战。 现在, 让我们来回顾薛悦到底凭什么拿自己的命来赌一场仗, 原来他部署了一套独到的战法, 叫天卢战术, 就等着日军入瓮。 究竟何谓天卢战术呢? 1995年, 我们在台湾嘉义, 访问到了这位当时已届百岁高龄的薛老将军, 谈到了他的天卢战术。 天卢战术, 天卢战术, 山西的防御, 一切一切防御, 所以, 他的作战参谋将军补充补充说, 那个天卢战术一句话, 就叫做公式防御, 公式防御, 他第一人来以后, 他看第一人进过这个地方, 他把部队分上来, 守住绝点里面, 把这个部队向两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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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退, 表面上看起来, 地形看着哦, 中国的部队撤退了, 实际上, 他撤退有一个经历的在那里, 然后把地形通过以后, 他撤击, 位置打他的尾巴。 参加过长沙会战的第十军军官, 张孝霞, 说明了天卢战术的基本条件。 先要有这个这个有素养的部队, 训练有素养的部队, 做这个吃制作乱的部队, 给敌人一面保持接触, 一面消耗敌人战力, 一方面还要诱敌深入, 假如你这个这个部队战术素养不够啊, 你一向后面退, 敌人一追的话, 你变成快退了。 薛将军支付很多军呢, 都是向他东边领让, 就靠江西这个, 用武兰交给这个领让呢, 将被撤退。 陈参谋所指的东边岭上, 便是幕府山脉。 幕府山沿着乡干边界由北向南, 以礼而下, 山巒起伏, 临身南侧, 是个天然的庇护所。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薛岳是怎么部树的呢? 长沙虽然地处平原地带, 但从岳阳下来近150公里的铁路沿线, 却有四条河流横跨期间, 薛岳便以此地形拙旗布阵, 由北而南, 先是新墙河。 这条河的南岸, 便是防卫长沙的第一线阵地, 它的正面从鹿角到麦市, 宽达一百余公里, 在这里摆了七个师的重兵, 加上幕府山上的游击队, 足有十万人之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薛岳的后退决战不是让路后退, 而是边打边退, 摆明了他准备在这里先杀一杀钢村的威风。 沿着密罗江是第二道防线, 这里西陵洞庭湖, 自从武汉会战之后, 我国海军便已全部撤离, 八百里水域除了布雷抵抗而外, 已是日本第三舰队的天下了。 但从水路来的敌军毕竟不是主力, 所以我们的正面只留了三个师, 好像故意开个口似的, 但第二线防区的纵深拉得很长, 唠叨河以北, 还有四个师的主力等在那里准备应战。 第三线阵地在唠叨河以南, 直到紧贴着长沙北边的最后一条河, 流河的南岸, 这里薛悦足足掌握了15个机动师的筹码, 以及长沙以南沿浙甘露第四线阵地的两个军, 想必这一地带便是薛悦选中的天罗盖顶的决胜战场。 薛悦早在北伐时期就在这条战线上做过战, 所以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他知道这一带地势虽然较为平坦, 但东边木户和九陵两条山脉余波未尽, 仍然可以作为运动和骑袭作战的藏身好所在, 所以他命令鼠部, 假如正面撑不下去不要死守, 应相机往山上退, 然后再行迂回侧脊、尾脊, 不断纠缠深入的敌军主力拖垮他们。 基本上进行天罗战术的地理先决条件, 在于作战地带的纵身要够, 否则便不足以拖累敌人。 二,针对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 我们要彻底破坏道路桥梁, 只要能把他们从车上拖下来, 跟我们一起靠两条腿走路, 那么胜算就大了。 有关这点当时做得很好, 无相相说。 日本人每年都是九月份打长沙, 为什么呢? 秋树以后田里面是干的, 但是呢, 我们动员民众啊, 秋树以后马上啊, 离田灌水, 用流离个田之后把水来灌满, 水这样一来啊, 日本的这个坦克和车辆都不能走了。 同时呢, 田根呢, 把它缩小, 只有一次之内, 这日本人是圈皮鞋, 那那个是日本人皮鞋, 什么皮做? 鞠皮做的, 圈皮鞋在这个田根之间走啊, 很难走的。 他有个口号, 花鹿为田啊, 云良相伤, 他这个动作做得很确定, 把那个鹿通通挖进边境田, 这个这个这个, 马鹿根本就没有马鹿啊, 这个是地形的机械部队, 没办法活动, 这这些相继地形的机动能力, 云良相伤, 把老百姓的同伯队的人啊, 都用的山上站起来, 是地形不能够九体不绝。 1939年9月1日, 希特勒进兵华沙, 以雷霆万军之势, 在27天之间席卷了波兰, 这一招事称闪电战术, 钢村有样学样, 于9月14日, 集结了第6, 33, 101, 106, 与3, 13等约五个师团, 加上长江舰队的舰艇三百余骚, 空军战机一满余架, 还有海军陆战队和专门释放毒气的化学兵, 共约18万余众, 也想笑平德军收拾波兰一样, 呼天盖地而来。 他还夸下海口, 9月底以前, 一举拿下长沙。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日军准备怎么拿。 钢村的主战线, 释放在岳阳沿岳汉路南下的这条线上, 谷线则在主线的左方, 十字封城, 在傍着木谷山南下, 右翼过洞亭谷, 绕过我军后方, 以牵制对主战线的压力, 左翼则始于干中, 这股日军计划从高安出发, 一路西南行, 越过长达192公里的山岳地带, 直奔长沙的东方, 配合主战线南下的部队, 一举拿下长沙城。 9月14日, 钢村岭江西的106和101两师团, 向高安和惠部发动攻击。 炮声响起, 日军所谓的相干作战, 也就是长沙第一次会战, 便从主战线的东方, 江西省静内的高安揭开了训练。 21日, 日军主战线左翼部队第33师团, 开始从湖北南部的通城, 请朝南亚, 沿着木湖山边杀到了外室。 23日, 右翼部队第33师团, 配合陆战队渡洞亭湖, 果然在银田强行登陆, 超了我军第一线后。 岗村的正面, 以第6和13师团为主力, 早在18日便从岳阳进逼新强河了。 我方战将关灵征15集团军的52军, 军长张耀明的部队首当其冲, 一时杀声阵野, 泻入黄飞。 当年戍首新强河两岸的国军官兵, 回忆作战的情形说, 天上都打仗就对了, 打仗就当吃饭了。 那这个二本的那个回去就炸弹, 我们一辆人只剩入17个人, 同时还有人都打着那个炸弹, 那个头换起来把人抹卖。 那天九十多架飞机啊, 天上通通都是飞机, 看钱都看得到, 就是这个飞机炸的。 那个子弹前后多有上下, 一哈就打这个背心。 那个地瓜啊, 那地方放嘛, 冷嘛, 放在洞里面, 在那里面睡觉啊, 晚上, 在那里面睡觉, 在日本那儿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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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就, 你看, 日本的吃到就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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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吗? 你看, 这个不能夹的呀。 我们是都找那个悠阳一纳的一个现象和, 我们保持的, 我们住了六个月啊, 本来像我们是半个月都可以了, 我们人物都完成了, 我们减持了减持半年。 日军主力部队在新强河以北 和张耀明的52军恶斗了6天 到23日才渡河南下 但22号这一天 1950秦一支的一个牌 在草贤岭上 却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个牌的牌长邦昌贵 坚守阵地五天五夜 全排阵亡 只剩下一个叫做人连子的新兵 还在豪沟里继续作战 营长发觉正面的一脚枪声奚落 便派了一个姓管的牌长去看看 管牌长到了现场才发现 原来只有人连子一个人在打 一时间十分感动 他扶扶上前 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 热泪盈眶地说 好小子 我陪你 咱们俩拼了 他们于是在阵地里收集了一些手榴弹 就凭两个人又击配了强行登山的日军打三次之多 直到傍晚 崔士兵刘庆年送败上山 才看到这一幕情境 他连忙跑回去报告连长请求增援 连长把这两个人拖了下来 草鞋岭便于次日放弃 日军也就在这一天渡过了新墙河 这段壮烈的史实 中日双方战史中都有记载 其实在八年抗战中 像人连子这样的故事 何止人连子 只是都被那满天的硝烟战火淹没了 再说干西这边 康村本来企图用101和106两个师团的兵力 由东向西打 以侧印由岳阳南下的主攻击线 但是罗卓英自从丢了南昌之后 深深觉得乱没面子 所以一直想找个机会表现一下 现在机会来了 他先用自己的宋普航和刘多全的部队 在高安堵住了日军 中路卢汉的58军 云南名将孙渡一马当先 跟敌人主力在上部打了起来 日军的右翼虽然过沙窝里冲到了黄沙桥 但被从休水南悬而下的 川军亡灵机部队打得寸步难行 再说卢汉这边 日军主力虽然一度攻下上部 横街 干方 一路杀到了沼桥 但滇军一点也不含糊 马上掉头从外围两路包抄 在干方附近截击日军 这个时候王耀武的七十四军 又从上高增援北上袭击日军左侧 搞得忠情顾得了头却顾不了尾 显然日军想以干西兵力 侧应主战前的战略有了麻烦 从左翼南下的这一路 碰到的是川军老将杨森 杨森本是天鹿战法的原设计人之一 一开火 他就把值得杨汉玉的二十军 从木户山上掉了下来 从迈士以东侧及干阔的左翼 下楚中的七十九军 也从西向东干到了桃树岗 这个时候日军的后路完全被切 变成了过河的祖子 非得往前杀出一条血路不可了 他唯一的想法是希望熬到平江 跟奈良支队会师 但他们虽然呛呛亮亮挨到了长寿街 却过不到嘉义 因为下楚中的七十九军 已经抢先一步等在那了 奈良的遭遇也不怎么样 他们过了新强河之后 就不断遭到五十二军张耀明 和三十七军陈佩部队的旁锤侧击 好容易蹭到长乐街 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显然 这个时候奈良不仅无力助攻 甚至连自身都已难保 于是他便决定左拐向东逃命 好不容易赶了五天路才杀进平江 于九月三十日 和干破在三眼桥碰上了头 这一对难兄难弟 在三眼桥上大眼瞪小眼 心里都有个数 那便是赶快突出重围 逃回通城去 至于右翼从洞庭湖上来的上村 一上岸就被欧镇的一个营 打带跑地捅了一阵 接下来又碰上了李爵的部队 在三解桥稀里糊涂打了一仗 但转眼之间七十军又躲了起来 了无踪迹 上村摸不清状况 只好待在三解桥进退两难 比较顺利的要算道业的第六师团 新墙之后他过了秘罗 攻占福林铺 金井 再从上沙东侧掠过 很快地就抵达唠叨河北岸了 这个时候 刚村综合了各路战情 经过研判之后 对盗业四郎突破我军第二道防线后的进展有点纳闷 他想 盗业怎么这么顺 我们会不会掉进了老薛的口袋 这时已经九月底 相去他们开拔出发 已经整整半个月了 由于补给线遭到了我方彻底破坏 两末弹药只有靠空中补给来维持 状况十分恶劣 更严重的是 薛岳还有十五个金锐师正等在前面 连一枪一弹都还没放过呢 刚村宁次勒马唠叨河畔 独自想着 当初准备策反的地方部队 这次不但没帮上忙 而且一个比一个大的凶 现在这些家伙正躲在山凹树丛中 等着捶他呢 想到这里 脊梁间不经一阵凉 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自言自语地说 好险 差一点就上当了 于是他立即下令全线撤退 时间是十月一日 为了面子上好看 刚村队外是这么宣布的 本次作战目的已经达到 本军无意占领长沙城 全军撤退 但队内行文却是这么写的 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 引速于原地转进 以图恢复战斗力 并严密注意敌军晋级 此时 敌阵已成七零八落的态势 连军令都无法由陆路传递 必须来军机通投 五日 我军击落敌机一架 发现了这份总退缺的命令 这个时候薛岳立即下令 发动总攻击 游是全线杀生四起 尾随日军猛追横砍 直到十月十号 敌人逃回湖北为止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八年的国庆日 相聚万家岭大捷整整一年 长沙会战 是我国对日作战以来 所创下的第一次全胜之局 也是震惊国际的漂亮一役 虽然日军并不承认 但十七八万大军全线溃退 却是不争的事实 薛岳于事宜之后 珍除了九战区代司令官 而日本再度觊觎长沙 却是两年后的事了 但是她就让我们一起去 在迅速向优传的外面 看见吧 还能詐变着